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午安 我是大铃哥 欢迎你们收看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 旗鼓先知节目 为什么今天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加均指数大盘 明天必然跳空会有一个大棒棒 其实你看今天的K棒就知道了 而且我从礼拜一我一直就已经宣导 礼拜四会有一个跳空大棒棒 原因就是在美股今天晚上会有CPI行情 但是大铃哥我可以直接跟你讲 不管今天CPI数据怎么样 我们有工具 我们有方法直接可以预告告诉你 明天跳空的方向是哪边 所以今天节目重点大概是这几个 第一明天礼拜四大盘跳空的大棒棒 如何可以先知到 那不管是跳空往上还是跳空往下 大铃哥我要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教你如何去放空股票 因为大盘走到目前的位阶 应该不会有人说他是个强夺格局 所以有些股票你确实可以靠放空赚到他的钱 这个是加权指数今天的日K图 你也可以看出来几乎是十字K 今天的加权指数的成交量也急说应该是 今年的最低量 代表说他就是明天要做变盘的动作 变盘我们都是希望能够领先知道变哪一边 那很多人也有跟大铃哥说 大铃哥你只有说明天礼拜四一天 明天就算大涨或是大跌 我是做股票的 关我什么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要看一下 这是加权指数日K目前的格局 目前的格局是属于空方中继 意思说他是空方在休息中 所以如果明天是跳空往下 你说你做股票的人为不危险 要不要有危机感 那如果明天是跳空往上 他就开始进入所谓的横盘区间的 机会就会比较大 如果你是做股票的人 这时候你就可以有适度可以去安心 所以你说明天对你做股票的人有没有影响 所以你不要想说一天的行情跟你没有关系 因为他联动的是关键的位置 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如果有方法可以知道明天的涨跌 你想不想事先知道 我昨天就已经预告 前天我已经开始给你预告 什么方法 要先来做验证 这个是6月12号 6月12号 因为6月13号同样美股公布CPI 6月12号你可以看得进 这个是我们6月12号的那个暴力表资料 他就是告诉我们暴力表多方 所以晚上公布CPI之后 隔天加圈指数跳空大涨 然后这是7月11号 7月11号暴力表通知告诉我们 空方格局 晚上公布CPI之后 7月12号隔天加圈指数跳空大跌 再来8月14号暴力表告诉我们方向空方 晚上公布CPI之后 隔天8月15号加圈指数跳空大跌 你有没有发现讲了这么多 验证这么多 大铃哥我没有再说CPI数据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数据想要走出了涨跌方向 完全暴力表就可以预先告诉你 所以大铃哥我今天就直接告诉你 只要你今天加入我的LINE 我就送你今天暴力表的方向 让你知道明天加圈指数 礼拜四往哪边做跳空的方向 因为明天真的真的很重要 但是你不要明天才来问我 因为明天已经走完行情了 只有礼拜一到今天为止来做索取 明天就可以领先知道明天的方向 对你才有用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要太晚拿这个资料 赶快加入大铃哥LINE 然后这个是昨天暴力表的资料 简讯 因为我们昨天暴力表 告诉我们方向空方 然后目标还打得蛮远的 目标是2060 因为今天要做结算 所以我们本来预期暴力表应该会大跌 然后目标打到2060 但是昨天 昨天有跌 但是他跌不动 所以晚上大铃哥马上发口讯 告诉我的会员 今天晚上空方暴力表可能会失败 或者他拖的时间会拖很久 结果真的如大铃哥所料 他有跌 但是他跌不动 所以我告诉我的会员 我们宁愿不做 所以我很诚实 我直接告诉你 有好的机会 我一定会带我的会员出手 如果没有好的机会 我直接就会告诉我会员 不要做 我们领域空手 为什么 因为我把会员 所有的这种利益 交易的机会 危机 还有利润 我都摆在我的心里面 摆在第一位 没有好做的话 我宁愿你们空手 所以我上面有写的 昨天有跌 今天开盘也有跌 问题是他根本有达到我们的目标 意思是说市场确实有想要按着暴力表去走 可是因为今天CPI 或者今天因为结算的关系 他不想跌那么深 所以我只能跟你讲 方向有跌 可是没有好空跌 我就要我的会员空手 然后呢 一样 9月到今天为止 暴力表我是每天在做验证 今天方向有跌 问题是没有达标 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说对了 我只给自己0.5颗星 所以我们9月到今天 我就诚实直接跟你讲 我们只会准了7次而已 ok 那刚刚有说过了 今天节目有说 加圈指数 不管明天跳空往下还是跳空往上 大铃哥我要教你一招 如何找到好的放空股票的这个技巧 我举例来讲 要注意听喔 顺便要做一些笔记 来就是你要挑最弱的来做空 这不是废话吗 做空当然要挑最弱的 然后挑最强 大铃哥要告诉你的 什么叫做最弱的 好不好 来这一档我们会员的持股 3006金豪科 做股票一定要看大格局 所以你看我们看的是周K格局 上面他列举了三个条件 你把它记下来 很多股票慢慢的都会浮现出这种格局 你可以去找 因为我们这是用城市找的 第一个 你有没有发现周K的格局 红色就是所谓的上升趋势线 第一个他跌破了 然后季线 季线就是蓝色线那一条 上升趋势线跌破季线也跌破 再来呢 8月 加均指数7-8月是测了一个低点 有没有发现 8月测的低点 他跌破4月的低点 为什么要看4月低点 今年加均指数第一次回测 是在4月那一个 单日千点跌幅 大家应该知道 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就 涨了一个大波段的多头 所以4月份的低点非常非常重要 今年如果有股票 跌破今年的4月低点 那代表说他就是坠落的 听清楚了 那你看金豪科这一档 8月跌破4月低点算落不落 那当然是坠落 所以呢 有没有看见 两个蓝色箭头 这个在技术面交易上很简单 就是第一波 这个叫测试波 当我们测试波出来 确认他要走的格局之后 主力主要赚的就是所谓的第三波 也就是第二个蓝色箭头 所以就叫等幅回测 就是等幅测试 所以我带我的会员开始打蓝色 第二个蓝圈圈那个位置 目前金豪科古奇空单续报 然后这是另外一档 4958 一样 有没有看见 红色的上升趋势线跌破 然后季线也跌破 看清楚哦 这个都是周K 我们没有在做小格局的 第二个 8月份的低点 七八月大家都跌得稀里花啦 所以有跌那个大家都很正常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大家都没有跌破 8月的低点 他反而跌破 你说他是强还是弱 弱嘛 对不对 这一档股票跌破了8月低点 第三 一样的道理 第一个蓝色箭头 叫做测试波 确认要起跌之后 空单打下去 等幅测试 所以呢 这会员的第二档 空单持股 依然续报 这一档 深水炸弹 这个肉就很多了 为什么叫深水炸弹 因为他的等幅的空间 是刚刚前面那两档 都还要来的大 一样的道理 跌破上升趋势线 也跌破了季线 8月的低点 比今年4月低点 还要低 他也跌破了 看一目了然 所以一样很简单 比照办理 开始做最右手边 蓝色箭头的等幅测试目标 大林哥我也老实告诉你 这一档还有机会进场 因为我刚刚说过 他的车幅的空间 非常非常的大 比前面那辆的还要大 所以大林哥刚要进场 你有兴趣可以来找我 然后呢 节目的最后 因为下周是中秋节 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在耳闻听什么 中秋节是否会变盘 或是什么 都没关系 我知道你担心中秋节 是否会变盘 会不会再崩千点 因为你们看我的节目都知道 我都是在讲 什么 暴力6号球 会不会再继续重复一个千点跌幅 我不知道 可是我的暴力表会知道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止跌的讯号 你想不想知道 OK 大林哥我愿意帮助你们 中秋节是否会出现变盘 崩叠 或者什么时候会出现止跌讯号 我都可以告诉你 你赶快加入我的LINE 或者是你打下面的电话 因为我愿意免费通知 专门的讯息告诉你 中秋是否变盘 何时出现止跌讯号 专属的这个简讯 我愿意免费通知你 只要你打下面的电话 来跟我做询问 今天的节目需要先到这边 记得看这个表格 好 拜拜 以及第二份新水